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赵一系说是神恩陈继凯取材乡下农田常见的鸭子 雕刻了好粉鸭并以希罗的视觉经验为作品来彩绘 我会选择翻鸭是因为它头上的一粒一粒像翻石流的 我觉得可以加强整个鸭子的形象还有细节 那色彩的部分是以我来希罗这三周的视觉经验 作品有准准是指小型的老鹰常常在空中翱翔盘旋 作品透过有翅膀的女孩传达对自由的想望 我有点向往那种自有自在然后可以飞翔的感觉 然后所以这次钓的这件木雕就是想 有点把我自己带入那个准在那边翱翔的感觉 2023第五届希罗木雕创作影邀请台大学 召一期日本籍老师吉田敦 担任指导老师直到来自全省各地 十一位的学员 进行为其三周的创作 全国的大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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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奕还是其他的学校 education at su 8月9号到10月1号 在西罗盐品老街文化馆举办成果展 展出学与自己对话的精彩作品 大野人新闻刘新校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